1957年的斯德哥尔摩 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正道 即将接受诺贝尔奖 他们因之位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行列 而这次获奖更有不寻常之处 他们所代表的族群 中华民族 之前在现代科学领域 还没有获得过这么高的成就 在颁奖晚宴的现场致辞中 杨振宁提到 诺贝尔奖始于1901年 那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 已在中国爆发 最终运动失败 当年清政府与十一国签署新丑条约 战争在1901年签署条约时结束 几年后清华大学开始新建 并且最终设立了一个 工学生出国留学的奖学金项目 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和背景感到自豪 我同时也致力于 源自西方人类文明的现代科学 这是我一直致力 也将会继续致力投入的工作 这个夜晚 连同他人生中其他那许多的重大时刻 撤联起他的人生轨迹 成长 成就 让他的一百年 与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命运转折 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杨振宁曾说过 我的人生是个圆 这个圆形轨迹 始于近现代中国多舛的命运 始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 又将跨越太平洋 跨越历史风云 在茂蝶之年 完美回归 杨振宁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除了本人天赋异禀 也源于他非典型的成长环境 和罕见的教育背景 这位可与国家元首谈笑风生的 举世文明的科学家 回忆起了自己的早年生活 我是出生在安徽合肥 1922年 那个时候 合肥的贫困状态 不是你们所能够想象的 整个城里没有电灯 我小时候六年在合肥 也许见过一辆辆汽车 而且公共汽车 挣不了合肥 因为城门太小 正不来的 这是我家保存的 最早的一张相片 我坐在母亲的腿上 父亲站在我们身旁 我当时时隔月打 我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教员 当时刚刚考取了 安徽留美公非生 出国前 我们一家三口 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 照了这张相片 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站着鼻挺 我想那以前 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 两年以后 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 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 一桌神经对意 进入老十世纪 父亲笑容十分英俊 年轻时一起风发的神态 在这张相片中 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 杨振宁一直和母亲 在合肥相依为命 我出生以后 八九月 父亲就离开我们 到美国来念书 那个时候 只有我母亲跟我两个人 都在合肥 我是吃我母亲的奶 吃到了两岁多 才断奶的 我想这个深厚的感情 埋在我的灵魂深处 两人不仅感情上十分亲近 母亲罗梦华坚强的意志 以及颇有远见的教育方式 也对杨振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岁的时候 杨振宁开始跟着他 学习方块字 一年多的时间 就认识了三千多个字 1928年 杨舞芝完成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 回到中国 六岁的杨振宁得见父亲 既欣喜又腼腆 那个年代 大多数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者 回到家后 只能教书 中国的数学博士屈指课数 但假以时日 中国对教育和知识的推崇 将带来彻底改变 这年秋天 杨舞芝受聘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任教 一家三口搬到厦门住下 杨振宁经常随父母去海边 跟其他小朋友一样 他也很爱捡贝壳 杨舞芝注意到 杨振宁挑的贝壳通常极小 但非常精致 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观察力 在厦门 杨舞芝就开始给杨振宁讲解自然科学知识 教他简单的数学题 同时让他背唐诗和一些中国古籍 在厦门生活了一年后 杨舞芝受聘赴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 一家人也随之搬迁到北京 此后八年时光 杨振宁在清华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 这段日子里 杨振宁父子一起度过了很多世界 杨舞芝很早就意识到杨振宁的天赋 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照片背面 杨舞芝写下了 振宁似有一笔 我小时候 我父亲在科学馆有个办公室 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 我常常跟我父亲一块到科学馆里 他在他的书桌前做他的工作 旁边有个小桌子 我也在那做暑假作业 那时候 清华园是一些农田和土丘 我跟我的同学们 在那个地方整天的游玩 整天的爬树 他对于自然界中的一切 都满怀好奇 我每天自新院东北脚家门口出发 沿着小路向南行 再向东南走 爬过一个小土山 先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 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 到陈治学校 这样走一趟差不多要20分钟 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 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如果外部信息可以整合到 孩子的软件系统里 可能会有爱 如果你继续培养它 发展的可能性就像一颗小种子 如果有良好的土壤 阳光流水 它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偏好 父亲常常和我去科学馆 这条小路特别幽静 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 左边是龙田和河塘 右边是小土山 路上很少遇见行人 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 幽静的气氛却一样 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 在小镜上 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 是我们单独相处 最亲近的时刻 对于父母深沉的爱和沉甸甸的期许 我们总要时隔多年才能有所体会 杨振宁曾经说 父亲当年找人教他念孟子 获得历史古籍方面的知识 让他终身受益 孟子曰 穷则独善其身 打则奸计天下 日后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 与他交往良多 他感受到杨振宁身上 儒家传统的深深烙印 我说具体起什么作用呢 他说 儒家有一个传统 叫五日三行五生 就你每人都要想想 我今天做的事情 哪件事情做得不合适 要反省 要反思 他说这个 对他人生起了很大作用 另一件对他人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 是他在崇德中学不大的图书馆里 第一次看到了神秘的宇宙的中文译本 他回家对父母说 我希望有一天也能拿诺贝尔奖 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 内忧外患 但清华园内的八年 杨振宁度过了安稳的少年时光 然而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这段平静美好的日子 也被迫画上了句号 杨武之带着全家老小 辗转多地 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 杨振宁念完高二 就通过统一招生考试 考进西南联大 这是我参加肉学考试的总考证 幸运的是 我通过了内词考试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学生 那所大学成为了战争时期中国最好的大学 事实上 从那所大学里涌现出了许多成绩斐然的学者 以至于许多人都认为 要讨论良好的大学教育 可以为年轻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什么 这是最完美的样本 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 下雨的时候叮当响个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的 几年以后满是泥坑 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 否则就会被吹掉 这是当时拍摄的其中两间宿舍的照片 我在其中一间宿舍住了七名 每一间宿舍里住着四十名学生 共有二十张上下铺 条件非常艰苦 但大家实际很高 我们都知道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 我们仍然可以学习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940年 杨家租住的房子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幸好当时全家都躲在防空洞里 但是仅有的一点家当全部化为灰烬 几天之后 杨智宁带着一把铁锹回去 挖出了幸存的几本书籍 欣喜若框 乔治斯特曼在实习与杨智宁共事多年 他是目前的杨智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作为第三任所长 他见证了杨智宁对教育的贡献 他有了高科学学生的高科学生 在战争 不是在战争的地方 那是战争的一种事件 那是战争的 但那是战争的 那是一种事件的 优优的经济 经济的经济 几乎的爆炸 我认为 那一定是任何人 在那场经济 会有一个 有意义的 在联大期间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楼先生何文主席先生 吴先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幸运 为了写我的学识论文 我去找了吴大楼教授 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之处 以及他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 王珠希教授刚从英国回来 他当时正在研究统计力学 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 因为当时统计力学刚刚发展起来 而后也发展成为物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在我一生发表的文章中 三分之二与对策有关 三分之一与统计力学有关 所以可以说吴先生和王先生对我有极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 我想我是很幸运的 当一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未来将有很大发展的新领域时 他更有可能能够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并与这个新领域一起成长 一方面直觉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要时不时地学习新的想法来周证你的直觉 永远不要把所谓的不言而入视为绝对 此时全世界都已卷入战火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当时在欧洲实行犹太人种族灭绝 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不得不背井离乡 到北美避难 美国因此吸纳了非常多的犹太裔科学家 但未曾料想 这人类的浩劫 却将成就日后爱因斯坦与杨振宁的一场邂逅 杨振宁此时已经开始读研究生 他和日后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电机人之一黄坤 以及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张守莲成了同伴同学 由于家里经济情况很糟 杨武之托人给他们三人找了一份教员的工作 在昆华中学教三个班 薪水三人来分 由于在学校教书 他们还有宿舍住 杨振宁三人白天都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上课 吃饭泡图书馆 晚上回到三公里外的宿舍睡觉 每天晚饭后回到宿舍前 他们都会到大学附近的茶馆里 喝一两个小时的茶谈天说地 他们讨论和争辩的事物 包罗万象 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 从小说到电影 有时他们争论过程中 士兵会从窗外走过 看到这样的场面 更坚定了他们奋发图强 那时候他们三人 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 非常感兴趣 这也是他们在茶馆经常辩论的话题 我听他们两人回忆 就是说从下午茶馆里面就辩论 辩论一直到晚上 回到宿舍里面还在辩论 最后躺在床上 三个人还在辩论 辩论谁也舒服不了谁 最后就起来 然后点了蜡烛 最后把海参宝大本书又翻开来 再来看 杨振宁曾经说 当时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 喝茶的时候 加一盘花生米 已经是奢侈的享受 他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 不觉得苦楚和颓丧 却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 这个是有人在旧货摊里 找到一封冯友兰的信 冯友兰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文科的教授 在1940年代 他跟别人写的一封信里面说 他我们这批教工里面 就是杨武兹的儿子 杨振宁最能帮助家里人 最能帮助朋友 最能帮助其他人 六年后 这位哲学大甲将旧帮新命 家国情怀的字句 写入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真切阐释出那段时局下 中国学界有识之士 心怀国家兴亡的共同价值 1943年以后 日本已在节节败退中苦撑 1945年8月 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 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已经通过更款留美考试的杨振宁 在原子弹爆炸两周后 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杨振宁坐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达 等了两个多月 才搭上一艘运兵船 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 一共二十几个人 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 船舱非常紧 睡得长共有四次 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桶舱 里面有好几百人 周围都是美国兵 当然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找到导师 杨振宁早就打定主意 要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 几经周折 终于在1946年年初 坐在了费米的物理教室里 费米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 1938年来到美国 是当年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西南联大 有着七年扎实的物理训练的杨振宁 很快就成为了 芝加哥大学物理研究所的 一位明星研究生 我常常想 我是很幸运的 在连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 学了推研法 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 学了归纳法 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两个地方的教育 都对我以后的工作 有决定性的作用 费米研究物理的方式 让他大开眼界 我懂得了物理 不应该是专家的学科 物理应该是从平地雷起 一块钻一块钻起 一层一层加高 我懂得了 抽象化应该在具体的技术工作之后 而绝非在它之前 到那时候 杨振宁最想做的 还是物理实验 不过做了一年半以后 发现我虽然愿意动手 可是我动手的能力不行 别人很会弄 我弄了半天弄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同学 在实验室里的他们要笑我 他们说 哪个地方要发生爆炸 哪个地方就杨振宁 虽然多年后 谈起这段经历 口气很轻松 但是当年的杨振宁 在中国从来没有做过实验 又不善于动手 有段时间感到有些挫败 他给在西南联大时期 认识的好友黄坤 写了一封信 信里甚至用了 幻灭这个词 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但很快 他将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1949年夏天 杨振宁申请到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做博士后 他原打算只待一年 但最终在那里 度过了17个年头 普林斯顿高等学院 1930年 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成立 20世纪物理学界的偶像 爱因斯坦 曾在那里有一席之地 1949年 担任院长的 是20世纪科学界的 标志性人物 奥本海默 这里还聚集了很多 才华出众的年轻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领导了曼哈顿计划 这是美国为结束二战 而研发出人类手煤核武器的 一项军事计划 杨振宁从未参与过 任何核弹的研发工作 作为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是不被允许参与这样的工作的 但他与当时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关系密切 他曾与原子能支付费米一起工作 还有讨厌被冠名 清淡支付的泰勒 而他与中国的原子弹支付之一 邓驾仙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杨振宁和邓驾仙 从小就认识 两个人是北京重理学校的同学 也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师兄弟 杨振宁曾帮邓驾仙 申请到普渡大学留学 还从自己的讲师费里拿出一笔钱资助邓驾仙 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惊人的 因为中国有两个伟大的科学家 一个叫于敏 一个视我视为兄弟的邓驾仙 他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就研制出了清淡 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您想想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你就会明白这些科研人员 对中国的贡献多大 在普林斯顿 杨振宁还见到了从小的偶像 与争强好胜的美国一流物理学家相比 尽管杨振宁的文化背景不同 但他依然取得了惊人的场景 他当时已经跻身于全球最顶尖物理学家的行列 在世界范围内 他的地位受到广泛认可 人们把他与炮利费曼费米 甚至爱因斯坦相比 杨振宁曾经说 他最崇拜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 尤其钦佩 他年纪轻轻就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我很难想象到将来 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 三个世纪 会出来一个人 有尔因斯坦这么厉害的 1951年 我跟李正道写了一篇 关于相变的问题 这是统计理学的问题 而他看了有点发生兴趣 所以我们就去本地 谈了大概一个钟头 不过我们很紧张 看见一位大使 那么一方面呢 他这个英文里头 加了很多的德文 我这个德文很别确 所以你要问我 跟他谈了一个钟头 我学到什么 我没学到什么 而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同事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和数学家戴森 就胜在杨振宁 说他世纪爱因斯坦 狄拉克之后 为二十世纪物理科学 树立标杆的一代大师 在实习大学公职的张基荣 也对杨振宁的物理风格 赞赏有加 他有这个工作 这是 Zecautic 杨振宁 而炭川晟 truths 他 benevolent Marshall fulfill other part of s 上面刻有他最喜欢的杜甫名句 文章千古是得失寸心值 四个侧面分别是他在厂论 粒子物理 统计物理和凝聚碳物理 这四个领域的13项重大贡献 当杨振宁和李征道发布他们的突破性理论之前 自然的规律是对称的 是当时大家的基本公式 虽然在量子层面尚不清楚 当杨振宁和李征道正在集中精力研究这课题时 36岁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李查德费曼坚信他们最终不会得出任何结论 还和一个朋友赌了50美元 说这永远不会成功 物理学家泡利说 他愿意用任何事情做赌注 但是两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 震惊了整个物理学界 而且他们的成功来得如此之快 1956年6月 杨振宁和李征道向物理评论 提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 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 与称是否守恒的问题 并提出了几个实验方案 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实验物理学家 吴建雄女士 立刻取消了她的度假计划 测试这一新理论 她的实验结果 在1956年12月证实了 弱作用下的语称不守恒 中科院院士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军人物 曾经获得时代周刊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潘建伟 对两人当年获得诺贝尔奖仪式 有着独到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俩确实是 就是物理学大师 是天才 就是你说是几十年 或者百年都不遇的天才 当 Yang and Li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t made theoretical physics international in a new way they were coming from a culture that most people thought of as being really distinct from European culture but the physics that they were brought was absolutely at the cutting edge of anything happening anywhere and changed the viewpoint of theoretical physics the scientific activity is open in a way that's now demonstrated to all cultures and all of humanity 这不但震惊了整个物理界 对于中国人民更是意义深远 我一身最大的贡献 是帮助中国人 克服了很多年 自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的这种心理作用 关于此 杨振宁将用此后 半个世纪的足迹 持续做出证明 而在当时 他将面临的挑战 也许比学术上的突破 更为艰难 杨振宁在1945年 抵达纽约的时候 觉得自己会和当年 父亲那一代 大多数留学生一样 求学几年之后 就会回国 不料 中国和世界格局 发生了巨变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总统杜鲁门 立即下令 禁止所有在美国得到 科学技术博士学位的 中国人回国 杨振宁也成为被限制的 一员 1957年夏天 杨振宁之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 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 1960年 他携妻子再到日内瓦 和杨振宁一家 共同生活了几周 此时 我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母亲 1960年夏 我写信请父亲 母亲到瑞士 跟我们团聚 父亲虽然答应 可是母亲 确迟迟未能决定 他心中有一个疙瘩 他的解放脚 他小时候曾缠不足 后来虽然解放了 可是脚已变了心 他在意识地觉得 他的脚似乎代表了 中国一切的落后愚愁了 考虑了好多天 最后想看见 他的大儿子和孙子的欲望 终于克服了此心理作用 他陪父亲去了瑞士几个星期 杨振宁说 在这几次见面中 父亲曾劝他回国看看 这一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建议 一方面也是父亲 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和父母在日内网 三次见面 对我影响极大 那些年代 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 知道很少 三次见面 使我体会到了 父亲和母亲 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的一个晚上 父亲说 新中国让中国人 真正站起来了 从前不会做一根针 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 大神还没有制成原子弹 父亲也不知道 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 从前 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 冻着死去几百万人 今天完全没有了 从前人忙遍地 今天至少 城市里面 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从前 今天 正说的高兴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不要专讲这些 我们黑起来去买豆腐 还三个钟头的队 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正齐的 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 说他专门扯他的后腿 给儿子错误的印象 气得走进卧室 很多人这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 都有道理 而且二者并不矛盾 国家的诞生 好比婴儿的诞生 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 会有更大的痛苦 1964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 其对华政策 科学的发展 难以避免地 同政治纠葛在一起 达则奸济天下 正如他在幼年时 就熟记的孟子的名言一样 杨振宁需要更沉稳地耐心 去等待合适的契机 报效祖国 但在当时 他加入美国籍的决定 始终是他和父亲 两人的心病 我没有写信告诉我父亲 等到我变了 入了美国籍里以后 也好些年 没有告诉他 我知道 在一直到他 临终的时候 他还没有宽恕 我放弃掉了 中国的国籍 杨振宁天赋过人 而同时 他也是幸运的 艰难时事 并没有剥夺他 接受良好教育的资格 他也努力将智慧的新火 传递下去 1962年时 纽约州立大学 在长岛北岸 一个叫做石西的小镇 开始建立新的小区 纽约大学 实习分校 不但是一所 包含文学 艺术 科学 工程的综合性大学 还致力于 拥有一流的学术水准 而那时的杨振宁 不仅是获得 诺贝尔桂冠的 杰出物理学家 也是全世界公认的 顶尖理论物理学家 在纽约大学 实习分校的 盛情邀请下 经过再三考虑 杨振宁决定 离开普林斯顿 这座象牙塔 选择为建造 一所新的大学 而出力 他曾说 为什么我会离开 一个非常美丽 理想的象牙塔 很简单 能够参与创建 一所重要的新大学 会影响 许多年轻人的未来 这也是人生中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彼得范尼乌文贺一 是杨振宁 在实习理论 物理研究所退休时 亲自选择的接班人 所以我说 我会说 他的名字已经发现了 当他在 Princeton 在东西 其实 当我们获得 Frank Yang 在这件事 我记得 我说 我一位教授 是从 Princeton 说 杨振宁为实习,起来了很多有学识, 有雄心的物理学家,是实习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世界物理学的版图里,占有了一席之地,他在教学方面也树立了典范,他特别愿意去教最基础的课程,他和学生之间多少保持了中国文化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关系,他对学生很照顾,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一直支持中国派学生学者出国学习交流, 如同多年前的他自己,一代代来自中国的年轻学人,就是未来的希望 潘建伟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了五年后回到中国,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 国外导师认为他回国工作产生了彼此间的竞争,有段时间不理解,也很不高兴。 那么后来,所以杨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杨先生专门就邀请我的老师到中国来访问,然后让我陪着一起吃饭,就是他就来协调我和国外的老师的关系。 所以后来我和我的老师呢,又很好的开始合作了。所以这一点啊,我是非常感激,杨先生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提携。 他曾经专门去,希望把斯坦福大学的张守成教授帮中国引进,张守成当然是跟我一辈的,是杨正林的学生辈,而且在杨正林的研究所跟其他教授做过博士后,那么他自己带着邀请信去跟张守成做工作。 所以这些很细节的事情,杨先生都不是请别麻烦代替,而是他自己在诚恳地帮中国做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细节的努力。 从44岁到77岁退休,杨正林在实习待了33年。 在这段岁月中,除了在科学上继续产出许多一流的成果,他也有了更多的家庭生活。 他和夫人杜智里经常带着三个孩子去旅行露营。 我会展示你一些电影。这些是超8mm home movies。 I was taking or auditing a movie making course and so I thought I should make a story. I used my camera to take a lot of pictures of my children. Mum was so good at clowning. Gilbert had seen the show,The King and I,so he liked the run run Eliza. Yuli!Be careful!Be careful!Stop! Very dangerous!Stop!Please!Stop! ZaoGou!ZaoGou!ZaoGou! But I also took my camera oftentimes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here I had lots of shots of my physicist friends. In these movies you will see many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very well. You will see,for example,Iraq,Heisenberg,Wheeler,It's Honed that's boarding the bus. 但他不会止步于此,对一些人而言,离开是为了更为郑重地回来。 1971年,虽然冷战局面未解,但杨振宁感到, 美国的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申请回国探亲。 当我或许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纪念后, 我认识到重建我的故乡,重建我的家人,亲戚,老师和朋友们的机会来了。 我颇不期待,因为我怕刚刚打开一条小峰的门,很可能由于越战和亚都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形势而在几个月内,又会被重新紧闭起来。 我于是向八围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 那天陈法航自缅甸东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 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傍晚时分到达上海。 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 我们一同去,化成医院看望父亲。 父亲住院有半年。 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 那时她68岁,还很健康。 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 老了,受了许多,也不能自己站立行走。 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杨振宁多年后写道,1971年发生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访问了新中国,那次北京之行。 周总理请我吃了饭,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这顿晚餐对杨振宁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也激起了她心中很多情感。 当时杨振宁先生要去见周恩来总理。 当时周总理就问杨先生, 你有什么人想见的在北京,在中国? 杨先生提供了一个名单。 排名第一的就是邓家贤,是他情同手足的兄弟。 以文化大革命之后说, 因为周总理当时文化大革命忙得很, 根本过不上来。 就问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现在还在九泉呢? 周总理一刻下令,派了飞机, 把他全家几家人全部去回北京。 所以邓家贤的夫人很感动。 她说如果不是振宁的话, 我们可能老死在九泉了。 杨振宁曾经写道, 1972年夏天, 第二次到中国去旅行的时候, 我已经打定主意。 作为一个美籍的华裔科学家, 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 与我休期相关的国家, 建立一座了解和有益的桥梁。 我也感觉到, 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 冬去春来, 1972年2月21日, 中国刚刚过完春节,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飞机 在这天清晨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这堪称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在之后, 这年夏天, 杨振宁第二次回到中国的历程, 于是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1973年, 杨振宁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 他回忆, 毛泽东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 杨振宁记得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比较倾向哲学。 那时候, 美国害怕共产主义, 中国人害怕帝国主义。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种双向隔离。 因为当时文革期间, 强调的是生产和实用, 而忽视了基础研究。 所以他从1971年访问, 当然他后来更多的是在以后的访问中, 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研究, 引起了中国政府尤其是周恩来种子里的重视, 促进了中国后来恢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 杨振宁先生当时提出的应该增加基础研究的建议, 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也许没有谁比杨振宁更适合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桥梁。 1978年,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 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 必须搞改革开放, 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来年,邓小平访美,杨振宁在欢迎宴会上致辞, 因为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 我们对增进两国的友好和了解, 肩负着特别的责任。 而基础科学恰恰是这责任背后重要的根基。 凭借自己的名气, 杨振宁四处寻找资金, 赞助各学科的学生和中国学者赴美深造。 这些领域包括数理、化学、生物学、医学、 航空、交通、核能、便利等等。 这些科学研究生在留学过程中, 其中一部分改学工程和经济等应用领域。 他们的留学成功经验, 也带动更多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留学、访问、进修。 其中不乏回国投身产业和经济的许多人。 所以杨振宁的努力有直接对于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影响, 也有很多不可估量的间接影响。 留学人员与外国与港澳台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接触交往与合作, 也间接从一些侧面促成了中外更广泛的合作。 杨先生在第一时间就回到了中国, 然后到各个地方讲学, 让我们尽快地跟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能够接轨。 所以那个时候杨先生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能够尽快地接触一些世界科技前沿的东西。 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超能原子量子模拟方面 取得了不少在国际上有显示度的这个成果。 1999年,在纽约多利大学实习分校为他举办的退休晚宴上, 他提到李商允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他同时用了朱自清的《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来激励自己。 以这样富有隐喻意味的诗句名制, 在新世纪的开端,这个接近八旬的老人灿烂得如同朝阳。 这前后的岁月里,他转移重心, 关注清华物理的发展。 而此时的清华大学正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 恰与杨振宁的清华心结一拍即合。 2003年,在共度53年的妻子杜智璃去世后, 81岁的杨振宁搬回北京, 回到他度过童年时光的清华校园。 他形容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圆。 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读二十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 并亲自译成中文。 其中的两句是, 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杨先生本身,他有一个诗的心灵。 这个感受诗,他是非常喜欢的。 你比如讲,他写的诗句,写的浑然归一体, 广遂这个事物能。 他说这个宇宙浑然是一体的。 他的广度和深度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诗句只有杨先生了解宇宙人, 他会讲出来。 2003年回到清华后, 他把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归根局》, 并写了一首名为《归根的诗》。 西府千寻志,高临久任封, 身骄对称意,胆识名笑冲。 神舟新天化,故元使命重。 学子林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寻寻谈笑中。 暴迭新事业,东离归根翁。 他相信,他所投身终生的现代科学, 融合着西方文明的重要部分, 也将与他所秉持的中国根源为一体, 并在中华大地上开出奇妙的花朵。 定居清华元时, 杨振宁已年过八旬, 但他还是倾力而为, 拼搏在研究第一线。 他的文章有一批都发表在我当主编的中国物理快报, Chinese fixed letter, 他都发表在这上面。 所以我作为一个主编, 有时候可以晚上很晚了, 11点多钟了, 我还收到杨振宁的email, 他投稿或者是他的稿件上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这么高的年龄, 自己在亲自在第一线做, 而且工作这么勤奋。 我觉得是对其他的老师, 其他的同学, 这种对这个学术氛围, 对这个学风建设这种无形的帮助, 这个起的作用也非常大。 培养中国杰出人才, 是杨振宁归根以后最看重的一项使命, 也是他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的。 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年轻科学人才出现, 却不断证明, 科学会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发芽, 并茁壮成长。 后来他在2003年回国定居以后, 尤其在清华大学, 对中国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 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这个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 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 能够与杨振宁这样子的, 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进行面对面的这个接触。 这个对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认为杨振宁先生, 不只是在具体的科研内容方面, 能够给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提供建议。 而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从他这个宏观的角度, 对世界科学发展前沿的这个方向和领域, 进行一些指点。 这个对中国国内的科学家和学生, 应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种建议。 世界舞台渴望听到杨振宁的声音, 即便他已如此高临。 我认为, 最奇妙的, 最有趣的是, 是,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是, based on deep mathematics, deep and beautiful mathematics, that is, not, if you do not study the subject, 而是不明明明的原因 为何的主体的宣传 例如光浮流的传统 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但是它是 而更多我们学习 更多我们知道 最大的事件 我们看到的全面的事件 在最底部 是很深的和美麗的學術 這是非常奇妙的事 不是做實驗科學的 所以他並不帶大團隊 所以他是個理論文理學家 他像純數學家一樣 他們不需要其他人幫忙 他們大部分是一個人工作 或者兩個人工作 所以楊先生帶學生 主要是出於他希望幫助這些學生 教育這些學生 作為一個科學家 作為一個文人 他不是向其他中國經典文人相親 而他積極舉薦肯定其他中國科學家 包括一些在科學上 在某些方面不如他 他也肯定別人的優點 楊先生在這些方面 對年輕人和其他人的支持 和中國情節 也是不可忽視的 他作為人的一面 物理學依然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科學 而2004年 82歲的楊智宁 與多年前為他擔任翻譯的翁帆結婚 如今他們已經一起生活了19年 楊智宁曾經在給翁帆的詩中寫道 我對你的愛就像海一樣懶 我覺得所有的這些是 就是留著我們華人血液的人 這些科學家 對這個祖國的這個感情啊 都是一樣的 都希望中國能夠呢 就是富強 對吧 文明 就是發達 對吧 所以我覺得楊先生後來就是 我就是應該去年的時候啊 我把我們量子衛星的載河 就是贈送給國家博物館的時候 楊先生就講 他看到中國不僅看到天亮了 是吧 而且呢 他覺得他的天亮 就是中國開始富強了 他是感到非常的就是欣慰的 時隔多年 楊智宁對於1945年8月28日那天 離家的細節依然記憶有心 我父親說了幾句勉勵我的話 我就上了汽車 上了公共汽車以後 同車有很多一塊要到美國來的同學 所以講話就講到別的方向去 一時我的注意力不集中在我父親 這樣子我們在那等了差不多一個多鐘頭 車還是不動 那麼忽然我旁邊坐的一個美客人 叫了我一下 他手指指外面 所以我從窗戶裡的看出去 才看見我父親還站在那兒 站了一個多鐘頭 他沒有回家 我忽然一下子猛然看見他 看見他那個時候很瘦 穿著一個長袍 他臉上很 他臉上很 放棄美國籍 在能夠在海灘上 撿著了幾個美麗的石頭 美麗的磅殼跟螺絲 不過世界上更美麗的磅殼、螺絲、石頭 還多得很 我想還有無數多的事情需要繼續做下去 我才不得太過 但我會把這道人推出 我會在哪裡 我會看到了 也不想再看見你 我會看到了 我會看到你 我會看見你 我會看到你 我會看見你 很可愛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